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本次汉语桥的城市之光,白云山部分。 广州有三个跟白云有关的地方,想知道是哪些地方吗? 想必很多同学猜出来了,一个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白云山, 还有另外两个呢? 好的,今天就跟着汤老师一起找到这三个地方。 老师想问你们,你们是怎么从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的? 搭火车 有同学想说骑自行车? 好的,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是坐飞机来到广州的。 请跟老师念,我是坐飞机来的。 我是坐飞机来的。 好,首先,老师欢迎从不同国家来到中国的同学, 希望你们能学好汉语,在这里玩得开心。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广州的机场是什么样的? 它叫什么? 如果忘记了,上了今天的课以后,大家就要知道广州的机场叫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那么,为什么要叫白云机场呢? 它长得跟白云很像吗? 不是的,因为以前白云机场是在白云区,而且离白云山很近。 当时是军用机场,后来移到花都区,白云机场扩建以后,变为军民两用。 后来沿用白云机场的说法,并正式命名为广州国际白云机场。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要叫白云山呢? 据说,每到秋季,常有白云冉冉升起,使山的一个侧面变成白云漫漫一片,就像面纱笼罩在山上,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 请同学们看一段视频。 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视频,你们对白云山之旅感不感兴趣呢? 实际上除了广州人,中国各个地方甚至国外的游客都喜欢来白云山游玩。 接下来请你们跟老师一起来看看白云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吧? 在去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去白云山的路线。 我们怎么去白云山? 我们知道白云山的位置在广州的白云区。 这是不是第三个跟白云有关的地方了? 华南师范大学在天河区。 白云区离天河区很近。 搭乘地铁或公共汽车都可以到白云山。 这是出行的路线。 同学们也可以用手机APP的百度地图、谷歌地图,找到这些交通路线。 找到了这三个跟白云有关的地方。 接下来要正式跟同学们开始介绍白云山了。 看看白云山里有什么。 在这里再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找找白云山上的三个最大。 到了白云山景区的门口,我们需要在售票处买门票。 每张门票人民币五块钱。 右边这幅图是白云山里的游览图。 今天我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下这几个景区的特点。 分别有蜜蜂世界、 明春谷和云台花园。 还有白云山最高的地方,摩星岭。 最后是我们美丽的陆湖公园。 在介绍白云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地方美吗? 美丽的陆湖公园。 我们说有山、有水、很漂亮的地方叫风景或景色。 美丽的陆湖公园。 我们可以说美丽的风景或景色。 美丽的景色。 漂亮的风景或景色。 漂亮的景色。 美丽的景色。 从白云山西门进来,只走不久,就能看到蜜蜂世界。 这里有人们用蜂蜜做的点心,供游客们购买品尝。 图片上的地方是蜜蜂世界景区里的一角。 这些大箱子都是蜂箱。 每个蜂箱里都有很多蜜蜂。 除了蜂箱口能看到聚集很多蜜蜂之外, 还能看到一些蜜蜂在空中飞舞。 再往前走,有个明镜的书院。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拍几张照片。 在前面有一个茶园,中有茶树。 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下来喝一杯茶。 是不是很舒服呢? 蜜蜂世界再往前走,是黄泊洞水库。 黄泊洞水库建于1956年。 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傍水。 在黄泊洞水库斜对面的明珠楼湖边, 有水山种植。 这个水库是白云山境内第二大人工水库。 当初修建的目的是解决山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困难的问题。 这是明春谷。 明春谷建于1989年9月。 这是老师说白云山的第一个最大。 它是现在中国最大,亚洲第二大的一个天然鸟龙。 里面有一百五十多种鸟类,一共有五千多只鸟。 在明春谷里,我们就像置身于自然丛林,可以观鸟,喂鸟,逗鸟,非常有意思。 观鸟就是看鸟,是人们在周末或放假的时候走到大自然中,能够了解更多的鸟类和了解大自然。 学会保护鸟。 学会保护鸟,保护动物和我们的生态环境。 但同学们,我们在观鸟的时候,要记得保持一定的距离。 注意不要惊吓到小鸟们。 接下来是背靠着白云山云台岭的云台花园。 花园里面中有中国和外国的著名花卉。 一年四季,这里都开满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花。 它还是中国最大的中西园林式花园。 这是老师说的第二个最大。 在花园里,人们可以观赏到各种各样的花丛、树木。 云台花园还享有花成明珠的美誉。 当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云台花园就是圣火传递的地方之一。 跟其他景点比起来,1995年才建立的云台花园是白云山风景区新景点之一。 这是雕塑公园。 也是中国最大的雕塑公园。 这是白云山的第几个最大了? 对,是第三个了。 公园里有很多高低起伏的山,地形起伏比较大。 里面汇集中外的雕塑作品,强调文化型主题公园的个性。 继承和运用中外造源艺术手法,因地制宜,保持原有的山林植被。 这里的每件雕塑都很特别。 所有的雕塑在一起,就是一张内涵丰富的图片。 猜猜猜猜这些雕塑都打起来, 涟浑是一位思考中的男人。 是根据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 思想者打造的 草坪上的是一群什么呀? 嗯,一群飞驰的骏马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雕像 这些马像正在奔跑一般 样子非常逼真 同学们,你们看了这些图片 能不能猜猜看它们是什么呢? 如果图片看不够 就去到雕塑公园里面更近地观察 或许你们能发现更有意思的雕塑 好了,这是摩星岭 是白云山最高的地方 人们叫它 白云山下白云浮的壮观景象 晴天看向远方 能看到很多广州的高楼大厦 东望沙河镇 南陵珠江水 西看广州城 北关黄泊洞水库 中国南边的景色 在摩星岭上全部都能看得到 请同学们欣赏一下这些图片 这是白云山山脚下的鹿湖公园 公园里山清水秀 鸟宇花香 里面的树木一年四季都长得很茂盛 尤其是春秋季节非常的绚丽 秋天的时候 能看到满树红色或黄色的叶子 呈现出迷人的深秋远景 鹿湖公园里 还有中国伟大的音乐家 显星海的雕像 鹿湖现在是广州市内 大型的人工湖之一 湖面为二十公顷 鹿湖公园里的巨峰源 是具有大自然景色的园中园 园内建有五层的古典阁楼 以及一座古香古色的亭子 翠云亭 叶鹰植物观赏区 有两万平方米的大草坪 在公园里 还有园林市餐厅香馆 西餐厅烧烤厂等等 我们不仅可以去观赏游玩 还可以吃饭乘坐快艇等等 看了这么多好看有意思的地方 有同学可能想问老师 我在白云山可以玩什么 第一 当然是拍好看的照片了 喜欢拍照的同学 可以去白云山多拍点照片 回来以后跟老师同学们分享分享 你在白云山发现了哪些更好玩的地方 第二 可以去锻炼身体 山上的空气非常新鲜 在山上跑跑步 看老爷爷老奶奶们打开其拳 跟朋友坐着聊聊天 划船等等 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在广州人当中 特别是知道怎样让自己身体 更健康的年轻人 老人们都会去白云山锻炼身体 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尝试一些刺激项目 在白云山上 你还可以坐缆车 从高的地方 俯瞰白云山全景 和整个广州城的样子 蹦吉也是很多年轻人去白云山会玩的活动 大概从50米的地方跳下来 你想不想试试呢 如果蹦吉太可怕了 那滑锁道 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你可以坐着一个小滑板 从坡度比较高的地方滑下来 在这当中 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乐趣 当然 白云山里可以玩的 还不止这些 剩下来的 要同学们自己去慢慢发现 好了 广州白云山介绍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总结下今天我们讲的内容 一 本节课介绍广州三个叫白云的地方游 一 当然是我们的白云山 二 是白云机场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嗯 白云区 二 白云山的景点有哪些 同学们还记得吗 刚才老师跟同学们介绍 第一个白云山的景点是 密封世界 没错 从白云山西门直走进去 我们就能看到密封世界了 第二个是明春谷 第三个是 云台花园 第四是 雕塑公园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很好 鹿湖公园 三 白云山的三个最大 是什么 给同学们一点小提示 中国最大的天然鸟龙是 明春谷 中国最大的园林市花园是 云台花园 那么中国最大的主题是 雕塑公园 雕塑公园是什么呀 没错 就是雕塑公园 好了 同学们 你们记住了吗 我们复习完今天的内容 请同学们选一选 哪个是对的 第一题 下面哪座山是广州的 A 黄山 B 白云山 C 云台山 D 明春山 同学们选出来了吗 我们正确答案是 B 白云山 也就是这节课 老师给同学们介绍的景点 补充一下 A 黄山在广州吗 嗯 不是的 黄山在中国的安徽省黄山市 而我们的广州是在中国的广东省 C 和 D 云台山 明春山 在中国是没有这两座山的 同学们要记住了 第二题 为什么要叫白云山 A 因为白云山的山是白色的 B 因为白云山在广州的白云区 C 因为白云山的山上能看到很多云 D 老师没说 同学们知道答案了吗 我们正确答案是 C 因为在白云山的山上能看到很多云 每当秋季 白云山的一侧能看到很多云冉冉升起 就像面纱笼罩在山上一样 所以选C 好的 如果选A B D的同学 请你们再好好看看老师前面讲的内容 第三题 去白云山我们可以做什么 A 拍照 锻炼 看鸟 B 吃饭 聚会 运动 C 看花 看鸟 购物 D 坐飞机 拍照 跑步 相信这道题对于同学们来说很简单 刚才老师说过 在白云山上我们可以拍好看的照片 去锻炼 还可以在明春谷看鸟 所以选A 这节课当中我们说三个叫白云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请同学们选一选 好的 正确答案是D 同学们你们选对了吗 在这里我们是没有A当中 白云岭 B当中白云公园 C当中白云谷 这几个地方的 同学们你们明白了吗 说了那么多好看好玩的地方 同学们你们最想去的是哪一个呢 老师跟你们说说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吧 你们看看这是哪儿 没错 摩星岭 摩星岭是白云山最高峰 海拔382米 是白云山三十多座山峰之首 从白云山上的七峡岭可以到摩星岭门楼 中国的宋明朝以前不叫摩星岭 而叫第一山 清朝皇帝 清朝皇帝康熙改名为摩星岭 又称天南第一峰 从高的地方俯瞰整个白云山和广州的高楼大厦 能体会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那么什么是一览众山小 这本来是形容中国的五岳之首泰山的 比喻登上泰山的顶峰 俯瞰众多的山 它们就会显得极为渺小 而摩星岭虽然没有泰山那么高大 但在山顶上远眺 也能看到很壮观的风景 行动不如行动 下次邀请同学和朋友们一起去白云山吧 谢谢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